灵性成长 作者 夏娜亚罗曼 欧林 翻译 罗孝英 第一篇第五节 看见更开阔的光景 接收灵起 看见更开阔的光景 意味令每件事都归于其更大的架构中 而使其真实的意义得以被了解 想象你正在拼图 当某一个角落里组合了部分图片 于是你可以看见一间小房子 也许你接着会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落里 组合其他的图片 而拼出一棵树来 这两者之间似乎没什么关联 直到你继续拼出其他部分之后 于是呈现一部乡村景色 树和房子 完全保有独特的自己 然而它们也是更大光景的一部分 你可能发现似乎有些你学到的无关紧要的事 从事的工作 过去的经验 会在某些时刻以你无法预知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你因此而得见一幅更开阔的光景 从而明白每个事件的重要性 你的大我对你的生命有个更开阔的计划 你的每个经验都将组合在一起 并以某种方式为你带来利益 即使你还不清楚是什么方式 当你连接更高意志 你将更加明白 有关你生命更开阔的光景 和你在这宏伟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些接收到更开阔光景的人 通常被称为先见知名者 因为他们叫一般人有更宽广的眼光 当你学会看见自己与别人的生命 更开阔的光景 你也将成为一个先见知名者 当你看见人类当前处境之更开阔的光景 你会更清楚地知道 如何为人服务与贡献 想象你正置身于浓雾中 以至于你所能见到的只有身旁的几棵树 接着雾开始散了 你可以看见自己是在一座山丘上 而随着雾不断散去 你看见山丘上更远的地方 很快的 你完全看清了你周遭的景象 当你看见更开阔的光景时 就有如这样的过程 透过大我的眼睛 世界将会越来越清晰 以此宽广的眼光 许多灵性成长会来自于内在与自我引导 灵性成长有如一连串的灵起 有些人认为地球是一个浓稠的星球 物质的稠密性产生一种无名的物照 使得降生于此的大部分人 即使是高度进化的灵魂 也丧失了他们本来是谁的记忆 你通常是盲目的行动 对目的与目标只有朦胧的意识 这也就是你所在的次元 之所以能提供这般挑战 和许多成长机会的原因之一 你大我的知识与智能 可能通过一连串的灵起到来 灵起是某些当物照散去的时刻 你有一种洞察 突破或新的了物 当物照散去 你将可以看穿超越你的实相 并接收到许多以前不曾想到的洞见 当你与大我的连结发展得更强 你将更能觉知它超桌的智慧与洞见 你可能会有不寻常的思考和疑问 你可能会思索或接收到 有关其他星球生命的存在 自己的前世 以及关于实相 时间和空间本质的洞见 你可能觉得受到吸引而去探索 与学习一些以前没有兴趣的事物 灵起是播出暂时的无名 并从你的大我获得知识 灵起所提供给你的讯息 是关于你置身其中的更宏伟实相 为了全人类的更高计划 以及你的更高目的 透过一连串的洞察 你会逐渐学到更多有关你的道路 你的任务 以及你的下一步 灵起将从更高 更具智慧的观点 告诉你事情发生的原因 你将对人们和各种事件 有更宽广的了解 你会逐渐发现生命的意义 宇宙的目的 以及一切存在背后的原因 每一次的灵起都将揭开你的世界 和更高层面的物照 开放给你更多有关更开阔的光景 当迷雾散去 你将对你的生命和宇宙 有更开阔的视野 这原本就是一直存在的真理 然而 在你准备好要对更广大 无限视野的大我开放以前 你是不会知道的 看见更开阔的光景 将使你明白宇宙的完美 你将了解因已果 开始从深层了解到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完美的 你会明了自己某方面的不安 可能正是驱使你朝向目标 体会感到不平衡或偏离道路 可能是学习平衡与回归道路的一部分 你可以洞察而了解疾病 只是肉体在平衡和提高振动频率的一种方式 或是帮助你进入一个爱自己的新阶段 看见更开阔的光景 将带给你内在的瓶颈 以及来自因明白宇宙 乃是一个种完美的方式 为你带来至善所产生的信心 借着自问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做什么之类的问题 你可以增强看见更开阔光景 与接受灵奇的能力 运用你的想象力发问 以带来有关宇宙本质的灵奇 想想那些带给你更开阔光景答案的问题 问自己如下的问题 我来自何处 我死后会遇到什么 地球是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吗 我是否到过生存在其他的次元 我有前世吗 随着灵性成长 你将明白自己的人生目的 想想你此刻的日常活动 并自问 这活动的真实意义何在 它如何并入我生命的更开阔光景 它如何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光明 随着这样问 你将学到更多有关你正在做的事 与自己人生目的的关联 你可能会有一些洞察 而明白你过去做的每件事 与你现在正在做的是如何拼合在一起 你可以接收到许多有关自己独有的人生目的之讯息 并极由寻求讯息而明了 如何得以简单地完成它 你因着许多缘故而存在于此事 你来学习许多功课 培养更高的质量 以及为人类提供独特的贡献 随附在本章末的冥想是一趟心灵图书馆之旅 里面保存的阿卡西克记录 包含了你和其他灵魂的数据 你可以运用想象力 到达这个存在于宇宙星较高层次的图书馆 阿卡西克记录保存了你生生世世的数据 灵起通常是当你在放松状态之中来临的 爱迪生获得最佳灵感 是当他在小睡中放松身体 关闭平常意识的时候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是他多年来对时间与空间本质的思考 探索得到的结果 他的突破是来自一个梦 在梦中他看见自己乘着一道光束 到达宇宙的尽头 光行进的方式给他带来当时正寻求的突破 灵起会在深思、默想、散步或甚至在洗澡的时候来临 灵起是一种具创造性的突破 能带给你关于实相本质、可能性的心动见 以及对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事有更广阔的了解 灵起可能是单纯或复杂的 通常会复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有些人会有起鸡皮疙瘩、刺痛感或是其他的知觉 有时候或许你并没有生理上的感觉 但在心中会卡拉一下 有如关节被定位 你有许多方式可以接收灵起 直接进入你意识的洞察 来自通灵、阅读或是聆听 有一位女士想了解自己为什么出生和为什么选择她的父母 有一天 当她正在坐着听音乐的时候 得到这样的讯息 你是来培养一颗开放的心 你选择了所有在从前或前世会封闭你的新的状况 你选择了不知道怎样来爱你的父母 他们总是责骂你 很少时间陪伴你 但他们所表现的一切 是你在前世中认为你不可能会付出爱的 然而 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 而你是他们的孩子 你发现自己心中是爱他们的 如此就学习到能爱那些从前认为不值得爱的行为 而得到灵性上的成长 灵起给你的挑战是相信你所接收到的灵感 而非认定他们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 当你的灵性发展到达一定的境界 许多讯息将会透过你的意识和内在感知而来 借着相信来助长你接收洞察及灵起的能力 当一个新的或是不同的灵感来到你的意识中 你可以将它看成是刚自图里冒出来的嫩芽 如果你对自己说 这个灵感有可能实现 它可能是真的 宇宙可以用这种方式运作等等 它将更茁壮 你可以成为这些心灵感的园丁 滋养并促进它们生长 学习信任你所接收到的洞察 当灵起出到来时 可能并不完整 你可能只瞥见某些部分而觉得无法完全了解 通常灵起一开始出现是一些不完整片段的想法 让新的灵感流通 不要尝试理解它们或是企图立刻要令它们完美呈现 玩味你的洞见 在你稳定渐进地接收后续的洞见 将之拼成一个完整的图像后 你就会更了解它们 某些灵感来临的时候会闪过一阵狂喜 并指引你许多新的生活方式 刚开始你可能看不出该如何才能过新的生活 然而就玩味这些灵感 将会出现带领你从此刻到你所向往的未来生活的途径 虽然就你的灵感而采取行动很重要 不过在灵感完全来到 使你足以成功地将它们实现之前 你仍没有开始行动的必要 只要你持续地思索这些灵感 它们就会逐渐完整 你会开始把许多状况 巧合或人引到并带入你的生活中 你可能感觉到似乎自己一直在追寻着 在寻找许多答案与意义 或许你盼望能立即揭开所有的谜底 但是你需要以让自己感到舒服的步调来接收灵奇 因为若是答案显示的太急太快 可能会导致困惑或是需要你以激烈的方式改变现有的信念架构才能得以理解 所以相信你此刻接收到的对于广阔实相的了解 恰是你足以掌握的 若是同时接收到太多讯息 你可能会排斥它们 或许你现在已视为平常的灵感曾一度被你排斥 因为它们当时似乎太不寻常了 通常你所接收到的每一次灵奇 都应契合于你现有的信念架构及知识 也有某些灵奇会带给你挑战 让你以新观点 不同的方式看待实相和你的人生 若要接收更多的洞见 开始让自己尽可能的开放有弹性 即有你的洞见 使人生以更好的方式运作是很重要的 当洞见与灵奇刚来临的时候 可能会带给你放松 兴奋或喜乐的感觉 并且这个高昂激动的感觉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此时你正有这样的任务去实现你的洞见 并将它们嵌入你的生命中 例如 你可能接收到一连串的灵奇 是有关你的终生志业和生涯的一个新方向 你可以下决心重新检视目前的工作 而可能采取某些新的行动 你可能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灵感 是关于你的新途径将为自己和别人带来益处 而使你对随着洞见行动感到充满热忱 在你开始对自己的新生涯途径感到振奋之后 你得采取行动来达成 单单接收灵奇是不够的 你因着实现它们而成长 实现这些具创造性的灵感 将会使你到达个人成长与自我表达的新境界 将你的洞见付诸实行 可能意味着尝试新的事物 学习新技能 承担一些风险 或是炒未知探险 迈向新旅程带给你的挑战 是发挥潜力 创造力和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因为这正是灵奇的本质 当你的洞见和灵感 呈现给你更好的新生活 学习依随它们采取行动 实践洞见的过程带给你灵性成长 精通运用过程和达成目标是同等重要 不采取行动的人 将无法得到自己的洞见和灵奇所带来的益处 实行你的洞见 你将获得创造新生活所需的技能 更多的富足 并感到更有活力 不要向别人寻求认同 因为你会接收到新的 而且超越时代观念的灵感 到某个时候 每一个你认识的人会肯定你 称赞你这是个伟大的想法 但是 别等到有这些支持的时候 才相信灵感和行动 培养信任自己和自己洞见的勇气 在你认为最好的时候采取行动 而不是当别人告诉你该去做的时候 最近你是否有什么需要采取行动的洞见 即使只是一小步 问问自己那是什么行动 以使这个洞见能为你效劳 一旦与行动结合 洞见与灵起将产生强大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中 光是灵感不足以创造成功 你必须信任你的灵感 应用它们并坚定地实现 当你更了解自己人生 更开阔的光景和宇宙的意义 生活也会变得更容易 你具有自我引导的洞见 当你看见更开阔的光景 你会知道 采取什么行动将产生最佳的结果 让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 你会知道自己的能量和时间 可以在何处发挥最大的作用 看见更开阔的光景 将令你日常食物的事物变得更喜悦 因为当你知道它们如何参赞 与你生命更开阔的光景 它们将更具不凡的意义 看见更开阔的光景 冥想 这个冥想是阿卡西克记录之旅 目的是要明白 更多关于你自己的讯息 包括你为何选择此生 你更高的目的 你来学习的功课 以及更多有关你对人类的贡献 保存阿卡西克记录所在的心灵图书馆 是位于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更高词源 阿卡西克记录包含了你们生生世世的数据 你成长的信息 你的人生目标 以及其他更多的数据 步骤 进入你的大我状态 进行这个冥想练习 一 召唤光并想象自己周围包着一个光简 令光是美丽而明亮的 光简恰使你感到舒适的大小 你可以想象光简就像个气泡 而你能在其中盛着它 想象自己愈飘愈高 盛着你的气泡被载入更高的次元 直到你抵达该图书馆 二 你正站在图书馆前 它看起来是什么模样 当你做好准备 就走进去四处看看 你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书 那就是你与其他人的往事记录 三 有一位高龄出现了 同时热忱地欢迎你 以心念告诉他 你想看有关你生生世世的记录 就在想要求的同时 你发现你已在自己大我的资料前面 因为在高此元中 你会立即惊艳你所想到的 四 这些书包含了有关你生生世世的目标 目的 及贡献等信息 抽出记载此生信息的那本书 它是什么模样 当你做好准备就打开这本书的第一页 第一页中呈现你终生制业的摘要 和此生所要完成对人类的贡献 其中写了什么 五 翻到下一页 你会找到更多你的终生制业 和此生所要完成对人类贡献的数据 让自己想象这一页写些什么 六 当在翻到下一页的时候 你发现此生所要学习的质量 如爱 勇气 信任 和慈悲 其中有哪些是你此刻正致力于培养的更完善的 七 如果还有任何其他你想读的数据 可以再往下翻 在你的人生中有什么重要的事已被记录下来了 透过大我的观点 此刻你正在进行的最重要任务是什么 八 当你准备要离开 想象你在图书馆之外 让自己周围布满了光 让光的气泡带你回到你此刻所在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其他有关你此生的信息 你可以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 回到这个图书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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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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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